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我们本节课来探讨CI加常见问题当中的函数模板的使用 函数模板的使用规则和普通函数是相同的 在使用函数模板之前 必须对函数模板进行声明 这就说明必须在外部进行 也就是说 不能在任何一个函数当中 来声明 函数模板的 使用呢 它的实力化包括两个 第1个什么呢 第1个 引示实力化 第2个 显示实力化 好的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第1个 引示实力化 函数模板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函数定义 因为其中的 类型参数还不确定 只是说是定义了 某些类型的角色 在函数当中的操作形式 因此 必须 将 什么呢 模板 模板参数的实力化 必须将这个模板参数实力化 才能够使用函数 模板参数实力化之后的函数呢 也就成为 模板函数 最简单的实力化呢 也就是我们的 隐式实力化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隐式实力化的这个代码 隐式 Include IoStream 然后呢 是命名空间 using name space std 接下来的 迈函数里面呢 我们 迈函数外面 就是 我们在使用 使用模板函数之前呢 必须声明它 就是函数模板的声明 函数模板的声明 首先呢 需要Template 关键字 然后呢 是监护号 Class Example 然后呢 通过这个 Example 什么呢 定义这个 是它是返回之类型 再然后呢 是 Greter 括号 是函数名 括号里面呢 是参数 Ex Ex Y 而这Ex呢 它又是这个 行参 变量的类型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在 曼函数里面呢 来进行这个使用 定义 定义 英特性的变量 英特 X 初次化为1 英特 Y 初次化为2 定义 Double 形的变量 Double X 初次化为3.0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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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化为2.9 OK 然后呢 我们就 使用 模板 使用函数模板 13 为 硬测 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是 13 为硬测型 就生成什么呢 英特型的 模板函数 并且呢 对第2个参数呢 进行检查 第2个参数 进行检查 我们来看一下 Cout 什么呢 Great 括号里面呢 我们定义这个 代用的这个 13呢 为这个 硬测型的变量 硬测X 硬测Y N的L 然后呢 我们第2个呢 来定义它这个 Double 形的 Cout Great Double X Double Y N的L OK 接下来呢 我们 首先呢 我们 刚开始呢 是函数模板的声明 最后呢 我们需要函数模板的定义 中间的话呢 这是函数模板的 使用 函数模板的使用 OK 看它定义 首先呢 也是关键字 Template Class Ex 是 类型 Ex Great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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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就直接这个 Return什么呢 Return Ex 是否大于Y 如果它大于Y的话呢 则Return Ex 小于Y的话呢 Return Y 就是返回 Ex Y 之间的 最大值 OK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结果 二和三 没有问题 这两个函数呢 都调用成功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代码 这一块呢 它的这个代码当中呢 之所以是隐式实力化 就是模板 函数模板的隐式实力化 这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函数模板当中的 它的这个 类型参数 它直到这个函数真正的被调用的时候呢 才能决定 你看呢 我们在使用这个函数模板之前呢 完全不知道 它这个函数的这个Ex的这个类型 到底是什么类型 直到在使用它的时候呢 就是如果给它传递的是 Int型的参数的话呢 它就是 它就会被实力化成Int型 如果传递的是Double型的话呢 它就会被实力化成这个Double型 这是呢 由我们这个 呃 变异器 根据传递给参 呃 函数的参数类型 自动完成的 呃 编异器呢 根据遇到的这个 据说是 呃 根据遇到的最先 遇到的这个 从左到右来 来进行这个呃 排列 实参 隐式 行 呃 生成一个模板函数 啊 隐式生成一个模板函数 就把它生成这个Greter 参数呢 就生成Int型了 呃 返回之类型呢 也生成Int型了 就拿这个代码来说 编译器呢 就根据我们这个第一个参数 Intx 的类型 呃 它是Int 引试生成一个模板函数 呃 生成什么呢 呃 生成一个这个返回之类型为Int 然后呢 Greter 呃 Greter 参数呢 是两个Int 就生成这么一个函数 而下面呢 它这个Double的话呢 也就是说是生成Double型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 引试实力化 它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实力化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 显示实力化 呃 早期的编译器 它只支持引试实力化 新的CI加标准呢 它允许显示实力化 由程序员 直接命令 编译器 创建满足条件的模板函数 呃 用于解决 因重载等引入的二义性 我们呢 来看一下 就是在代码当中呢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呃 函数模板的显示实力化 我们呢 把它这个屏蔽 先把这个屏蔽 这个呢 是什么呢 引试 实力化 代码 然后呢 下面呢 我们来看显示实力化代码 模板函数的声明 跟模板 呃 跟函数模板的声明 跟函数模板的定义呢 我们保持不变 下面呢 是什么呢 呃 函数模板的 显示实力化 显示实力化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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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什么呢 gret 然后是 int 这一块呢 这是gret 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它是返回之类型 然后呢 是函数名 这尖括号里面呢 它是我们这个 类型 13表 这一块呢 是函数参数表 函数参数表 好的 然后呢 它这个使用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 函数模板的这个 显示实力化 就是我们的这个 主函数里面呢 来进行这个使用 首先定义这个 呃 当然它也是一样 它直接呢 是 把我们这个 复制粘贴过来 复制粘贴过来 嗯 应该double型的 这个变量的都定义了 然后呢 我们调用它这个 gret 跟 呃 应测 OK 我们可以看到 呃 这个第一次呢 呃 它这个调用的 就是我们的 这个 呃 是调用 调用什么呢 实力化的 gret 这个 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实力化的印章函数了 所以呢 它第一次呢 它调用的这个实力化的这个印章函数 而第二次呢 它是呃 调用它这个是呃 隐式的 隐式的 呃 就算是隐式实力化的 隐式 实力化 就是实餐呢 为double型 生成double型 模板函数 啊 就是隐式来转化 我们来这个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结果呢 是不是正确的 OK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代码 在代码当中呢 我们首先呢 是在函数之前 主函数之前 我们实力化 呃 显示实力化语句 呃 template inter greater 间括号 呃 int int呢 它是我们的呃 括号就是扩起来呢 它表示的是什么呢 是类型实餐 呃 类型实餐 呃 被显示指定 然后呢 这是函数的参数表 就是我们这个int int 就是我们这个x和y 他要求用模板实餐 int实力化 呃 模板什么呢 gret 这样的话呢 编译器看到这个调用我们这个呃 gret 啊 int x int y的时候呢 就使用啊 就将使用什么呢 显示实力 呃 显示实力化的时候生成的这个模板函数 但是呢 在调用我们的这个gret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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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y的时候呢 编辑呢 就会生成gret函数double的版本 它呢 就是 隐式实力化 好的 呃 这是我们这个 模板函数的使用当中的显示实力化和隐式实力化的这个代码讲解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作业 定义 两个函数 模板 啊 第一两个函数模板 能够什么呢 进行 各种类型 数据的加法运算 即什么呢 除法 除字符串 数据类型外的减法运算 好的 呃 关于我们的呃 函数模板的使用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